在古代王朝不断更替 皇帝就有五百多个 而其中很多皇帝在登基之前 不是装疯卖傻 就是街头乞丐 如秦三世次英 唐代宗 还有朱元璋等等 而下面这位更厉害 国家灭亡家族被杀光 为了保命 不得不装疯卖傻 流落街头兴起 但是到了二十岁 却突然做了皇帝 这位就是十六国时期 南宴的皇帝慕容超 慕容超是前英北海王慕容娜的儿子 在公元370年 前情灭亡前宴 慕容娜和弟弟慕容德投降 慕容娜被任命为广武 金河南行仰太守 而慕容德被任命为张叶太守 慕容娜在做太守期间 遭到了大臣的排挤 为了保命 不得不举加班迁到 弟弟所在的张叶俊居住 而公元383年 福建统一北方后 率大军南征 准备一举灭掉东径 统一全国 而慕容德随军出征 被任命为将军 但是在出发前 慕容德欲感到战况堪忧 因此临走前给了母亲公孙氏 一把金刀 作为日后 慕容家人相见的凭证 据史书竞书 慕容超在记记载 留金刀而去 而之后 在肥水大战 福建的几十万大军 几乎全军覆没 而此时慕容德等慕容家族的将领 乘机起兵反叛 回到长安的福间 立刻将在张叶的慕容德 慕容娜家族全部斩杀 凡是男子全部杀了 只留了两个人 一位是公孙氏 主要是他太老了 一位是慕容娜的妻子段氏 主要因为他怀有身孕 所以两人暂时关起来 等生斩后再杀 而此时 昔日慕容德的属下忽颜平 冒死结大牢 将两人救出来 逃入深山中 藏起来 段氏生下了孩子 就是慕容超 而其祖母公孙氏 很快就死了 死前 将慕容德的金刀 留给了慕容超 嘱咐他凭死 去寻找自己的叔叔 以便日后相见 而长大后的慕容 超身长八尺 眉清目秀 一表人才 按现在的话 就是一个大帅哥 只是十分贫困 后来娶了忽颜平的女儿 恩为妻 与母亲段氏 相依为命 但是很快 当时的后勤皇帝姚心 知道了慕容超的身世 慕容超为了保命 不得不在长安街头 装疯卖傻 当街行起 当后勤皇帝姚心 将其带入宫中问话的时候 更是语无伦次 于是后勤皇帝姚心 才安心放他走 此后就在街头 打扮成乞丐 装疯卖傻 终于保存下性命 而慕容德起兵后 在山东一带站稳脚跟 建立了后燕帝国 做了皇帝 但是因为年老 没能生下子嗣 而自己的儿子 都在张叶被杀 终日很是苦闷 之后有一天 其突然听到自己 还有个侄子 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此立刻派人去寻找 最后慕容超被接到后燕 书席打扮后 原来面目呈现 简直是英气逼人 一表人才 而且慕容超 拿出了金刀为证 慕容德与侄子相认 越看越喜欢 立刻任命其为北海王 适中 票席大将军 私立校尉等 到了公元405年 慕容德突然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 爹跟自己说 为何不传位 给慕容超 醒来后的慕容德 预感到自己将要死亡 立刻立了慕容超为太子 当天夜里 慕容德就驾崩了 慕容超继位称帝 此时他才20岁 而且将受苦的母亲段氏 和妻子呼言氏 接了过来 共享富贵 换一个视角 纵观古今 发出自己的声音 写历史 我们是认真的